这是衣服 本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这样子折起来 折叠整齐 绑上精致的蝴蝶结 最后还贴上静丝语 所以本来是有 后来我想到说 万一他们做到很累的时候 一句的静丝语 能够让他们 补充他们的心灵的良药 给他们增能量 然后把手提洗干净的话 我们才开始做 一辆防护衣库存量高级 志工分秒必争的赶制 我们的真车 它不是那种工厂车 可能速度上会比较慢 一天可能可以坐三到四号走 又慢了 李宝珠得知刘轩军 在缝制防护衣 主动起来协助善后的工作 贝师姐她是要分身两个工作 所以我就跟她讲 我煮的时候 我顺便煮一道来 总算是有的 简单的吃一餐 然后就可以开工 她本身是没有吃素的 她看到我煮素的 她叫我教她煮 到今天 她每天都在煮素的来 我们一起来享用 防护衣是前线医护人员的 抗疫战袍 慈激之工以禁思雨 化作源源不绝的祝福和关怀 感恩他们以生命来保护生命 抗战疫情 大爱新闻 李佩馨 王素月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